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电影《反叛的童谣》下部 上部我们说到灰狼的两个侄儿死在小红帽的腔下 于是灰狼趁小红帽出门扮成保姆溜进他家 那么这集我们就从小红帽离开说起 小红帽走了不久后,灰狼就按动了他家的门 两个孩子以为是保姆,所以将他放了进来 弟弟看到了灰狼的尾巴,但他不知道灰狼是多么可怕 所以一直围着这个新伙伴,还要他进厨房为自己做晚饭 但姐姐比弟弟大几岁,他知道灰狼的可怕性 所以一直暗中观察 就在灰狼准备吃掉弟弟时,姐姐赶紧跟灰狼说 现在到了故事时间,打断了灰狼的计划 灰狼只好放下弟弟为两个小孩说起故事 他说了一个关于灰姑娘辛德瑞拉的故事 辛德瑞拉十分喜爱果酱,但她有两个又丑又蛮横的姐姐 姐姐常常剥削他,还动不动就将他关禁闭 不过辛德周围也不全是坏人 隔壁的杰克就是个朴实的男孩 他悄悄喜欢了辛德,但杰克家穷得叮当响 杰克妈妈也十分的强势,所以杰克也是个被剥削的对象 妈妈让杰克把家里的牛卖掉 可是脑子短路的杰克用一头牛紧紧换了一颗豌豆回来 妈妈气到发狂,将豆子打翻在了院子里 杰克第二天醒来,看见自己院子长了一颗巨大的通天豌豆 上面的叶子都是金色的 妈妈为了摘到金叶子,让杰克上巨豌豆 灵活的杰克很快就上到了豌豆顶 但是他却在那里发现了可怕的巨人 巨人能够闻出杰克身上的味道 杰克只好仓皇逃走了 谈钱的妈妈嫌弃杰克无能,决定自己出马 于是他爬上了巨豌豆 但刚爬上去,他就被巨人发现了 巨人吃掉了杰克的妈妈 杰克为了避免被巨人闻到 于是洗个香喷喷的澡 果然再次上去时,他没有被巨人发现 杰克摘下许多的金子 很快他成为了百万富翁 而另一边,辛迪的两个姐姐坐着车 喜滋滋地赶去宫殿参加舞会 而辛迪只能在小黑屋礼呼救 她的呼声引来了一个胖仙女 这个仙女正是用豌豆换杰克一头牛的人 仙女进入了关闭辛迪的小黑屋 辛迪十分羡慕姐姐们能去宴会 她希望自己也能够穿上礼服和美丽的玻璃鞋 她请求仙女带自己去宫殿 仙女施了一个法 辛迪立马变成了公主 被南瓜车载着去到了宫殿 但是她必须十二点之前离开 辛迪很快遇见了王子 王子深深地迷上了她 两人愉快地跳起了舞 但是十二点的钟声很快敲响 辛迪准备离开 谁知王子一把拉住了她的衣服 就这样她的裙子裂开了 辛迪在羞愧中逃离了宫殿 逃跑时掉落了一只水晶鞋 王子飞快地将鞋捡了起来 说是要是能够穿上这只鞋 就可以做她的新娘 但是粗心大意的王子 将鞋望在了大厅 辛迪的丑姐姐将那只鞋偷走 悄悄地冲下了下水道 然后把自己的鞋子放在了那里 第二天王子果然开始寻找鞋子的主人 丑陋的姐姐也跑来试鞋了 当然她轻松地就穿上了这只鞋 王子尖叫着抗拒 她吓得脸都白了 但是自己许下的诺言又不能违背 于是她让士兵砍下了丑姐姐的头 很快第二个姐姐也来了 王子怒不可遏 又一剑砍掉了她的头 辛迪没想到王子这么残暴 于是去找王子理论 可是现在的她既没有玩礼服 也没有玻璃鞋 王子早就认不出她 挥着剑要把她的头也砍下来 辛迪只好仓皇逃走 就在紧要关头 胖仙女出现 她可以实现辛迪许下的愿望 辛迪说自己不要金钱和王子了 因为她受够了 仙女听完立马施法 将王子等人变成了青蛙 还送了辛迪一个愿望 她将遇见一个正直的人 就这样辛迪一直走 然后看见了一家果酱店 店主正是那个 暗暗喜欢她的杰克 这个店呢 就是杰克为她开的 然后辛迪嫁给了杰克 俩人很快 有了一双儿女 一家四口 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讲到这里 故事就结束了 两个小孩已经睡着了 但是灰狼什么也没做 直到小红帽回家 她才离去 原来灰狼已经在 述说故事中明白了 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是多么幸福 看着两个单纯的小孩 她不忍心 于是她选择了放下仇恨 回归到森林里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